剛才同學有問到 他說老師後面不是還有課嗎 他說今天是最後一堂 今天是系列一 最後一堂課 後面還會有系列二 系列三 這個後面主導會有這個 Vanessa 老師 Vanessa 中午會過來 你看她早餐有試試在忙 中午會過來跟我們一起聚餐 到時候兩部可以再跟她稍微聊一下 還有這個 在這邊有個幫忙 因為是系列一的最後一堂 所以我順便把二四一到二多 好嗎 也帶各位看一下 因為如果二四堂 最後一堂都會看不到 所以我還是讓各位稍微看一下 二四一 所以這樣子你整個系列二四堂課聽完 其實二百五十個字根就都聽過了 二百五十個字根基本就可以延伸六千到八千字 其實非常厲害 非常少的精簡的重點 去延伸到非常大量的單字 相對於二百多個字根來講 變成幾千甚至近萬的單字 那有的人可以延伸六千 有的人可以延伸八千 有的人可以延伸到一萬九萬差別再看 想像一下 還有 對字根變化重組的理解程度 你越理解它的變化越多 我現在講二五 現在你幾個字根 交過多少次根 二百 快二百 你看 那交過快二百 所以我相信他跟只是看 只是聽的同學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老師我們可以分享一單嗎 對 一單字這樣 好 我說白板寫一牆 白板寫 同學如果你認識這個單字就先不要說 那如果你認識這個單字的話 就會蠻好玩的 這個單字先講認識同學請舉手 認識 認識 認識他的 不認識請舉手 不認識 不認識 我在前幾天看到這個單字 前幾天我沒有背過這個單字 沒有這個單字 我是看他在棒球賽 因為最近馬林雲隊不是一個投手 如果大家有看線 我他不是一個傳染就 我就離開了 然後當天隔一天啊 有個線下很好玩 就是他們隔一天比賽當中 有一個選手 他突然頭悔就已經出了一群圈內打 然後在那個新聞的重點 那個這個 他這個highlight裡面出現這個單字 他從頭到尾的畫面裡面出現這個單字 我當時看那個單字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是什麼單字 我沒看 可是我把它拆開字根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沒查字 但是我認為我應該拆的不會太差 我把字根拆開來 好 相信嘛 這出來 I是連接 因為他配合發音做連接那種的 筆詞 這個就是這種直字尾 那我想表達就是 我很感謝來上這個課 不知道現在還沒有在錄 錄有錄影的話就錄 錄沒有錄是最好嗎? 因為就是說 即使在生活當中 我的英文還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的智慧量確實慢慢的增加 我的智慧量確實慢慢的增加 在行動不行當中看到一些單字 可以慢慢去了解 譬如說另外一個單字 大家也許知道的同學 英唐 那認識這個同學 英唐 認識這個單字 有背過 不認識這個單字 英唐 沒關係 反正我也不認識 老師這是個單字 我有說 那如果你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印也是用否定的意思嗎? Cline 它上升的意思嗎? 那大家也許覺得說 否定上升 或是說在這邊上升 印有在這邊的意思 有說它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慢慢去拆著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跟上升跟下降可能有關係 後來查的這個單字 這個叫做斜度 斜破的斜 就是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一些 爬過的路面的時候 或是去跑步的時候 或是看到一些健身房器材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單字 英唐 那就是我想表達就是 因為你慢慢的去拆解字的時候 有機會拆中比例還蠻高的 所以回過頭來 因為我拆這種單字 我拆中之後 根本未來就這個單字 我不用背它 英唐的斜 那也許有同學講說 一開始比較容易回答說 這個I是什麼意思 一開始慢慢的學習當中 I是什麼意思 就是後來慢慢去了解 方案 因為我買了資格的出口來看 I它是連結詞 它的連結詞是靈指比較配合 你發音上面的連結 讓它能夠比較順口 如果把這I去掉的話 很難唸 所以加一個I的這個叫兒子的英語 它讓它是在電話音上面比較好 你也從資格的I書上面是這樣解釋 所以說這個叫不可置信 都很難相信的 你慢慢去學資格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玩的 所以我大家還蠻喜歡資格 雖然我們都不會把愛生肖的方式 還有歡迎在家的文訪客 來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雅虎發了很多網 不管是之前的宣傳 或者後來活動 當然今天去參等等 所以感謝雅虎 還有記者Mexca也是 Mexca今天有另外的任務在忙 所以就沒有過來 所以其他剛才分析的都是標準的 就是標準的 就是切完了 你不用背 所以背單字的最高秘訣叫不用背 不用背的前提是 你必須了解切割的方式 然後必須有一些基本的單字 那你這樣切完想完就不用背 好 看看那個incline起來有多declined declined叫拒絕 因為別人叫你爬 你不爬 那就往下 往下就拒絕 所以turn somebody down 變成ping的又翻 turn someone down 就是拒絕的意思 OK 好 所以這邊第21一請也叫tour tour跟旅遊有關 再來22一請也叫intrude intrude 入侵 再來23一請也叫tutor tutor我們可以特別講一下 因為它是很有趣的反譯同源的概念 就是教跟學 所以應該前面也有提到過 但是它是比較進階 所以我們這個系列 最後一堂課來總複習一下 教跟學 學叫做來請也叫study 嗨 拒叫做teach 那教跟學怎麼會是同一個字根呢 例如tut tud tt T是格林法則E T、T、T、A、CH、T跟CH也是格林法則E 所以他們T、T、S、TH、CH、G 六個代換就變成教跟學竟然同一個字根 這非常有趣 我的聯想很簡單 中文說教學相掌 所以其實老師非常喜歡各位問問題 因為問問題的時候就會提醒老師說 我哪一方面可能要再補充多一點 讓同學更容易吸收跟了解 反正每個人角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之前有打過比方 假設對英文的理解是爬到山頂 我們每個人都從不同的路線往山上爬 每個人東西南北爬 爬的方位不一樣 看到的風景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以最棒的學習就是團體的學習 就是像兩戶剛才分享他的學習經驗 你可能沒有想過 你可能有想過 你可能有想過 可能想得沒有他們這麼深入 因為他這一陣子是在教 當你要教的時候就被強迫 就你也講過課 當你要教的時候就被強迫怎麼樣 所以會更深入 因為你要講得好像自己要有把握 所以你就會去研究更多東西 你看還滿字跟字典回來看的 所以絕對比之前只聽課會更深入 還有一點就是其實是練出來的 所以Ted老師請加油 其實是練出來的 沒有人天成的 有一些坦白講 我真的百分之百的真實的跟各位講到 大部分老師不太會告訴你這個真實的事情 第一個 老師常常有解不出來的字 可是第一個 我要坦白講 英文叫confession FES是說謊 抗字全部 我全部都跟你講 第一個 老師也很多解不出來的字 第二個 很多字老師在解的時候 是上課的過程當中突然解出來的 並不是事情就想好說是這個這個 不是字 有些是意外 比如說80% 百分之80%左右 所以我都已經被課準備好了 可是有那個10%-20% 是這樣解來解去解來 這樣也行嗎 是這樣意外解出來的 當你每天都分享 每天都講 每天都分享 每天都講 這個意外解出來的比例 就會一直被你移到什麼 你固定知道的東西 每天這個新的東西就移到你固定知道的東西 那你固定知道的東西是不是就越來越大 所以當學生一問問題 簡單 我舉個例子給你看 等到你講完以後 本來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累積這個東西 好 我也非常感謝我自己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你要感謝的是你自己 因為我在英文教學 英語培訓20年的經驗 雖然前面15年沒有真正研究資根 但因為前面這15年的累積 所以我在後面5年要來發揮資根就會很簡單 因為前面已經累積了很多東西 只不過把舊的東西拿出來溫故執行一下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切入 然後就發現原來有這樣的解釋方式 所以對自己或對學生或對想要學英文的人 就統統有幫助 其實我們是何等的幸運啊 為什麼 因為第一 你是學你有興趣的東西 第二 人太講學會給你 不是嗎 古代孔子收肉乾 粗修 還有現在不收肉乾都吃不完 粗修就是八關 吃光 好 不過孔子不缺 先看 講過了 好 所以這個反義同源進階的概念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好 所以來贈點是Puter Puter 我們在羅斯福路的冰東 或是不是有一家廣告的答案叫 Puter ABC 後來被燒掉了 各位知道為什麼那邊有廣告這麼大一個嗎 知道嗎 因為他們公司不在對面 在大樓裡面 那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他們曾經請我去講過幾堂 線上的講座 講堂 那確實 就是大公司 確實有大公司厲害的地方 確實他們的執行教育各訪 也真的很厲害 很快 好 下面244 所以說他們後來拿了那個 阿里巴巴一筆創投的資金 好像挹注了1000萬億的奴婢 還是沒有 已經忘記了 好 廣告狂大 來 244 一起也叫Umbrella Umbrella Umbrella 陰影 雅虎 你有研究過Puter的廣告嗎 有研究 其實你只要上網 然後因為我們每天都在用海詞 對不對 海詞不是都會有廣告嗎 其實我光每天看到他出了這個廣告 我就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直在換新的 新的 topic 或 issue 一直在換 就是他曾經出過幾個我覺得很厲害的 全台灣MBA 還是EMBA 應該是EMBA 全台灣EMBA 免費全英文 這個叫做什麼 令人如法拒絕的成交提案 那他可能是送你一個月的免費 然後面 其實他就這樣試聽 試聽 因為他是老外線上及時的 然後試聽完之後一個月 那既然又不要續報半年還是一年 所以你知道他們的報價是多少 11萬到13萬一年 所以那個不便宜 但他針對主管階級的 他切到一個玩有趣的市場 很有趣的市場 他一直在玩一下 最近他們切到什麼 青少女的市場 切到比較高端的青少女的市場 就是這一些小朋友可能都是全美女學上來的 全美女學上來的 當他繼續在國際班上可能有些師資 各方面配合 會沒有這麼好 所以他們就跟這些爸媽講 直接怎樣 找個外國老師 因為他有基本能力 就讓他線上跟外國老師直接對話 最快的 情境跟環境的學習 很厲害 在這一方面 好 所以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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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第2 4 4 這裡是Umbrella 原來傘叫做Umbrella 為什麼Umbrella叫做傘 因為有陰影 它跟陰影有關 來下面2 4 5以前也叫Utility Ut就是Use 叫做使用的意思 所以叫做器具 用具 這個Utility 如果是Public Utility 叫做公用事業 比如說水跟電 水跟電 所以公用事業 這個答案有一個問題 這個答案有一個問題 懂嗎對不對 所以上課稍微講一下 有問題可以問 2 4 6 第7年下 Extravagant Extravagant Extra 外面 Vagon 走路 V-A-G V-A-G 為什麼是走路 因為它就是V-O-Y V-O-Y 是法文的一個字叫 Bong Voyage Bong Voyage Bong Voyage 它叫做助理一路順風 那在英文叫Good Trip Good Trip Bong Voyage Bong Voyage Bong Voyage 那有人把他列成英文版的 Bong Voyage Bong Voyage OK 建議是念Voyage 因為這個O-I-O-Y 在法文念Oi OK Bong Voyage Y-O-Y 所以跟V道路有關 那為什麼B跟W可以換 規則3 U V W N 對吧 O跟A可以代換 Y1沒有變 老師 那G怎麼會跟Y變呢 在英文字母的研究當中 其實有幾個字母像J 像G 像Y 像P 像Q Q這幾個常常會被搞混 OK 為什麼 因為吵血的時候都很強 吵血 吵血 像那個Yard Y A R D Y A R D Yard Yard 本來是一碼兩碼 對不對 那個美式足球裡面 後來在房子的前面 Front Yard Back Yard 是不是前院跟後院 就是房子前後留著擠滿的空地 就是花園 所以後來這個Yard Yard 被寫成什麼 Garden Garden 所以後來變花園來的是Garden 寫錯字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在語言的這個不斷的演化的過程當中 所以人家說這樣是一個Living Language 這是一個活的理念 因為它不斷的變 不斷的變 不斷的變 OK 現在我們現在有很多英文的台語 什麼叫英文的台語 你說哇 你看那個人 就跟人家LDS 知道嗎 LDS 不知道 不知道要像 像各位同學 可能就再跟人家543 各位 很英文 LDS 就是亂扯的意思 胡說話道 英文 英國人叫Rubbish Rubb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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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英國人罵過最髒的話 就對了 因為英國人其實不太慌張 但是我身邊的都算有水準 你知道嗎 那一個人叫Rubbish 就是這個知識分子 通常就是罵人家裡說這個 胡說八道 胡扯 Rubbish 這個Rubbish 就是垃圾的意思 Rubbish 亂講 美國人就相當會發展化 所以你看一些好萊塢的電影的話 動得起飛車追逐 那種經費追逐變很多 所以這個B-A-G 二十四七 一起練習叫Valiant 勇猛的 OK 那下面對這裡有個字 一起練習叫Invalid 其實這個V-A-L 你可以聯想一下價值的哪個字 Valiant 當一個人還有價值的時候 表示呢 生強 體重 OK 來 下面 二十四八 一起練習叫Vanish Vanish Vanish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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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是空 其實這個Van就是V-A-C 我們講過假期 記得嗎 Vacation 有沒有 V-V-V 但後來 我們從剛開始 各位不相信各位來上課前 還不了解詞源之前 你對英文有這些規則的概念嗎 來 為什麼 沒有 所以就叫做 沒有規則 慢慢來的時候 其實V-A-C動作很快 大概是兩週吧 大概他上課兩週左右 他說老師 我把那個劉政老師自根全看完 對不對 他說我全看完 然後規則如下 然後為什麼 開始問問題了 不過其實大概兩週 他就把規則已經整理出來 應該全部看完 他這個跟我以前很像 就是這個 那我要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無止盡地去搜刮任何有關的東西 過來吸收 這是好的 不過我的經驗跟你分享 這是好的 就是說我教很多學生 我說你們要成為某一個 專業的專家其實很簡單 Google某一個精準的關鍵詞 然後把Yahoo前十頁 Yahoo在這邊 Yahoo前十頁看完 然後把Google前十頁看完 你大概就剩過百分之多少人 百分之八十人差 因為很少會怎麼說 你就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人 你已經變成Top 20% 如果你在持續每天去研究那個東西 就會慢慢從20%變成Top 10% 然後再經過幾年 你可能就會變成Top 5% 然後再經過幾年 你可能就會變成Top 1% 你就會變成這個領域的權威 超級權威的專家 因為沒有人像你原則這麼深 就是聚焦 聚焦 聚焦 Ted有聽到嗎 有 就這樣 好 來 所以這邊249 249 來經營一下Verify Verify跟真的有關 有一個女生的名字叫Beira V-E-R-A Verify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很多這種勉強 來 250 了 以及你也叫Vocal 250 很簡單 就是聲音哪個字 Voice 那聲音有沒有想到職業哪個字 Docation 好 請問職業跟聲音有什麼關係 行音異聯想 職業跟聲音有什麼關係 老天爺的呼喚 天生火柴必有用 千金善寄黃復來 禮白將盡舊 天生火柴必有用 所以你要去聽 有人這樣說吧 所以你要去聽你內在的聲音 內在的聲音 老外其實還有一個說嘛 比如說那家上課上來一段 他說 Sorry I got to answer my nature's call 我要回應我大自然的呼喚 上廁所 很文言吧 回應大自然的呼喚 nature's call 像大自然的呼喚 就是要上這次的呼喚 這個不是 這個是老天爺的呼喚 這個Location 天職 VOC VOC 就是現在有很多檢測嘛 對不對 像那個人影銀行網站上面 什麼九大智能星 什麼什麼什麼分析 都可以去做一做 那多少都會有幫助 還有什麼九型人格 在心理學裡面的 商業上也有很多 像我做出來 蠻有趣的 他說你是屬於什麼 創意型的 就是從面相學的角度來講 就是額頭這邊 額頭這邊 那個飽滿的 然後喜歡思考的 然後有記憶力的 邏輯思考能力的 這部分思考跟思考力有關 但是下巴是什麼 行動力 好像你有行動力 尖尼也很有行動力 行動力 好 行動力 像我以前 其實面相是會變的 因為像有形成 所以這個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堅 非常非常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思想天下無理 做起來無能為力 就是執行力相對於思考能力比較弱 所以後來我去思考 真的是這樣嗎 好像有一點這種概念 那怎麼辦 那你就要同步維持你的思考能力 再強化你的行動力 或者很簡單 為什麼後來我當顧問哥哥這樣 顧問就是自己的存在 對不對 別人想不到你想得到 但你想得到你不見得做得到 所以顧問就做什麼事 想出來給別人做好 有沒有聽到嗎 就是顧問不要自己做好 顧問是想出來給別人做 你只要負責想到別人想不到就好 就這樣 所以就是你可以從成功走向成功 就你不需要成為一個完美的人 因為No body is perfect 你就做你自己的強項就好了 只是我最近幾年的題目 慢慢慢慢 我不要想要什麼都做 那當然自己心裡還是要要求自己 我行動力要增強 至少當顧問的行動力要增強 好 好 很有趣 所以BOCBOC這名字是VOCAL 251VOLUTION 這個VOLU其實跟WILL有關係 VOLU WILL 所以後來自願叫做VOLUNTEER 剛才不是上一節說的小我、大我、五我 我講一個真實案例 這是在男人街聽到的 我男人街的同事跟我說 他說他在唸他有一個高中還是國中同學 那後來這個同學不太會唸書 不太會唸書 他是唸技職體系的 像我也是唸高職 後來高中落寬之後就唸高職 不太會唸書 結果後來大家唸的大學都不太好 所有同學都唸的不太好 他唸一個專科學校 結果他是他們這一群同學裡面 後來碩士班唸到最高最厲害的 他唸劍橋 牛津劍橋 劍橋的英語教學碩士 他們所有同學疊破隱疾 這個不會唸書的同學唸鑽科出來的 怎麼會跑去劍橋唸英語教學碩士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興趣大家都有興趣 我那個同事比他更有興趣一百倍 而且比他更認真一百倍 比我更認真二十倍 我的認真程度他才成有二十倍 就是他查字根是怎麼查的你知道嗎 我去過他家那男生 一位A開頭的名字導老師 因為我們是很熟的朋友 他怎麼查字根呢 希臘文字典 拉丁文字典、法文字典、德文字典 他都有買 然後西班牙文字典、康熙字典 他就這樣唯一圈在他身邊 然後我說我現在查一個波夫男子 我就說這個字 開始翻譯一下希臘文、翻譯一下德文 翻譯一下男子 他查一個字可能要半個小時 一個字 然後他在做筆記 他的講義都這樣做出來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這樣做之後 我說柏柏老師啊 你知道有一個軟體叫做Lingos Lingos 有沒有用過Lingos Lingos是一個免費的軟體字典 然後他可以下載什麼 拉丁文字典、法文字典、德文字典、西班牙字典 他可以下載所有的字典 然後只要打一個英文字進去 他會把所有的字典翻譯出來 然後我說你不要這麼累啊 所以用工具 我是屬於很偷懶的 用工具的 就是幹嘛這麼累 一本一本翻不是很累嗎 又浪費時間 然後他還要自己打字 我不用 因為軟體自己會秀出來內容 軟體秀出來我就複字貼上就好了 聽懂 就是這些固定的你看這邊 英、法、德、義、俄、漢、日、韓、西、普、荷蘭、 瑞典、烏克蘭、波蘭、土耳其、泰國 連泰國、泰文都有 印尼、越南、波斯、西、華來語、阿博 哇太多了 你一個人不可能學那麼多 但工具可以幫你一次列出來聽懂 很厲害 好 其實英文字典也不用查這麼多 因為英文字典大概就主要是那個 一個印歐語系 如果你有在我的Facebook 前幾天我有PO一個 格林法則的完整版的表格 還有一個印歐語系的整個家族的祖福 非常厲害 就是從原始印歐語系 怎麼樣人生變什麼原住女兒 然後後來變什麼 往安格魯、查科學 然後那些英文能夠 哇 整個非常龐大的體系 這個很有趣的 像這個是一輩子研究不完 但是非常好玩 好 所以在那裡是Volition 好 講回來 後來那個念專科學校不是那麼認真 也不是那麼對英語教學 這麼有興趣的同學 怎麼進劍場呢你知道嗎 他平常就對一個教學理論有興趣 所以他就寫Email給那個教學理論的教授 因為剛好是英國建廠的老師 一位教授 他們就平常保持聯絡 這叫君子之交怎樣 淡如水 就是學術討論 這個好 經過了半年一年之後 突然有一次這位同學要去當志工當義工 他要前往的地方叫非洲 在念這Volenture 他想說反正要飛一趟非洲是不是 經過歐洲 順便去拜訪老師 跟老師聊一聊 閒聊這樣子 就閒聊 結果一聊 老師說 因為牛津跟劍橋是兩間非常特殊的學校 他們叫做師徒之 師徒之 就是我是這間學校的教授 我可以跟學校申請我要收這個學生 我要收這個學生 師徒之 基本上學校不能反對 除非他付不出錢來 但牛津劍橋的學費是一般的學校三倍 如果其他學校30萬 牛津劍橋就是獎金100萬 就該年是這樣 一樣念一年 不會念長一點 就念一年 就這樣 但你要付得住學費 第一點 老是說要收就要收 但他的老師不能亂收 不會亂收 結果這個老師跟他聊 聊什麼 聊當義工 當志工 聽到嗎 這個老師跟他聊志工義工的事 因為他就是要去當志工的 因為他長久都有在做志工義工 結果聊完之後 老師覺得這個學生好有愛心 然後他對一官也滿有興趣的 就在那邊 要不要聊劍橋 他說 OK Why not 然後說 Why not 結果他就進劍橋了 就這樣 有一點莫名其妙 但是叫做小我 大我 虎我 因為他 虎我 所以最後也進了劍橋 那我們一般想要進劍橋的人 就是努力寫讀書計畫有沒有 然後努力在那邊講說 我這個研究廣告對什麼有貢獻的 告訴你 沒用 沒用 Jane 有聽到什麼新聞嗎 因緣機會嗎 因緣機會是一個 但是要自己創造 對不對 如果他半年前沒有跟老師 也沒有聯絡誰認識你 如果他沒有想到說 去當義工志工路上去拜訪一下老師閒聊 也沒有這個機會 因緣機會我覺得很重要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但是還是要自己去創造 對不對 所以只要 人家說 God help God help to help themselves 叫天助自助者 OK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 天就會幫助 宇宙就會幫助 最後Volueble 可旋轉呢 所以後來不是有Volvo Evolve Evolve 還有甚至革命叫做Revolution 有沒有 這個相關的概念 好 最後幾分鐘 10分鐘左右 我們來把後面五個詳細的講完 2 3 6 來請一下 Ste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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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立句 The shapes of neuronal Go The shapes of neuronal cell bodies are spherical avoyant neuromal whose inform stellate or chrysantic OK 這就點句好幾個字 圓形啊 橢圓形啊 椎形啊 縮形啊 星形啊 半月形 很多不同的形狀 下面Stellate 再來Stellaphone 那各位有沒有想到一個字叫做衛星 衛星 衛星 衛星叫什麼 叫Satellite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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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字叫Satellite Satellite Satellite 回來 Stella Stella Satellite Satellite 有沒有感覺 Satellite Satellite Stella Stella 衛星 對吧 其實都有一個星啊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satellite 如果你在 我們在哪一張間 因為剛好我在教的這個語言中心 Iran 叫做什麼 語言中心剛好叫精英 精英剛好是哪個字 Elite E-L-I-T-E 精英分子的那個精英 請問是不是剛好多一個L 所以SAT 禮拜幾年 禮拜六 去哪一間語言中心 精英 去看什麼電視 微星電視 這叫做蝦聯想法 蝦聯想法 以旅學老師來說叫莫名其妙聯想法 就是這個聯想沒有理由 就莫名其妙 但人對莫名其妙的東西反而有時候有遺憾 所以你要利用你的大法的規律和原則 下聯想法 Sat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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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那你中間這個LL 你可以聯想什麼 衛星電視第十一台 有給了嗎 一拜六 精英 第十一台 衛星電視 Satellite 其他的資本是跟這個有關 Satellite 好 好 下面請看二 三 七 來請問一下Tactile Touch 來請I have I have a useful contact in Neutron 下面Tactile Sensation Sensation 右邊 Stimuli 再來Tactile Display Tactile Display 觸控的嘛 再來Taction Tagless 現在我們有那個觸控顯示 觸控面板 這個王家大兒子就是現在在後面的 王家三兄弟 老二 我是王家三兄弟老大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王家三兄弟的這個老二呢 他兩三歲的時候 他看到東西就會摸 為什麼 因為大人摸手機呢 他現在小的一歲 一歲就會摸 他看他就會摸 為什麼 因為看到大人在摸 所以天生就會了 Tactile Taction 來 二 三 八 一請一下Theology 來 例句 Many Theologies go Many Theologies experience the same mindies 如果你們家要小朋友的話 家裡家要小朋友去教授 親戚或你自己的都可以 好 請放下 請你們觀察一下 他們 現在如果他會講話 他講悟的是比較大一點 可可 那個 那個 但是你還是可以觀察 觀察他們學習的過程 上次雅惠有跟我分享 他跟老師啊 還有兒子在學校一些進步 我覺得就很棒 原來就是從他的 你跟他的胡同之間 或他跟老師的胡同之間 或他跟同學的胡同之間 去看到他怎麼學的這些東西 其實那都是很有趣的東西 學習理論教育學理論 真正事物的東西 好 我在觀察我們對他兩個兒子 就非常有趣 那天我教小兒子偷錢 一歲多 其實他這個手眼協調還不是 所以他會這樣抓著起來對不對 然後請問塞得進去嗎 保證塞不進去 因為你把他抓住了 所以就塞不進去 所以我就示範了一次給他看 比如說來 要這樣子拿著 然後呢 放到洞口 然後你看 要進去了 結果他就怎樣 這樣拿著 一歲多 那馬上 馬上你放慢動作給他看 然後看一次他就開始這樣拿著 然後就 欸 第一筆是進去的 就這樣 厲害耶 馬上 現學現賣 標準的現學現賣 然後哥哥在修車 我們家有一個小的車子 小朋友做的 他會把他翻起來 在那邊哭哭哭 你猜弟弟在幹嘛 有修車 所以我猜我們以後開一個 王家三雄弟修車廠 有沒有 修車廠現在是藍海市場 現在沒有人要做 沒有人要做 學徒 學徒三、四萬奇心 然後學成五、六萬、六、七萬左右 如果 當然我會叫他們說 你要修那個什麼 豪華名車 修那個奧迪寶馬 有沒有 才比較有理論空間 修一半的車 沒有理論空間 除非是另外一個車 所以我們可以開一個 王家三雄弟修車廠 好 這個名字是 Biology 好 所以這邊 Many Theologies Theologies express the same ideas 然後下面 Theopathy Theophany 哇 這個聖靈顯現 下面Ethicist Polythicist Polythicist 舉例來說 道教就是一個什麼 多神論 道教什麼都可以有神 我也想住新莊徽隆 新莊徽隆那邊有一個石頭宮 是一個轉彎 入口的轉彎 剛好那邊有顆大石頭 然後那邊就有一間小廟 叫做石頭宮 住附近的都知道 搬一顆大石頭 有理論 萬物有理論 所以Poly是多 那相對於Poly 有一個單一叫什麼 叫Mono Mono 所以有一個字叫 垄斷 來清一下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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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Monopoly是垄斷 因為Mono是一個 Poly是用 只有一個人能夠用 叫做垄斷 叫做垄斷 Poly Poly 來個樣 Mono 所以Mono你看跟什麼一樣 Solo 跟什麼一樣 Uni 都可以有關 就是慢慢的再把它整理起來 跟水有關的是什麼 AQUA AQUA AQUARIUM The teacher is speaking in a high tone 表示是聲音調比較高 Tone down Tone in with Tone up Toneless 補充一個字 叫Tune G-U-N-E Tune 在電台的DJ 他很喜歡講一個用法 叫做 Stay tuned 注意哦 有一個很清等的 Stay tuned Stay tuned Stay tuned 翻成中文叫做 不要轉台 不要轉台 所以你看 中文跟英文的切入角度一樣嗎 不一樣 英文是叫你保持在這個音調 因為Tune是音調 後來在電腦資訊業界裡面 有一個專用名詞叫Tuning T-U-N-I-N-G 那個字叫微調 微調 這個過程我們要經過Tuning 在行銷上 Marketing方面我們叫做優化 優化 其實如果人生是一趟旅程的話 你每天都在做什麼 優化 優化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王家三兄弟的二要出來喝醬 因為要帶他出來見見事命 不然在家裡太害羞了 不要出來多看到 這位現在看到他是好很多人的 在還沒有上學之前 他現在有上學學期 在還沒有上學之前 他是坐在那個位置上 頭低低 他可以持續三個小時同樣動作 太害羞了 跟我小時候一樣 你笑什麼 我講的是真的 我講的是真的 我想說也這麼害羞 那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煉來的 煉來的 沒有人建設的 都是煉來的 所以Stay Team Room 所以我發現你上學會比較好 就比較好 所以最後一個 二思琳 來請你講 Extort 來例句 The game extorted money from over 30 local businesses Extorted money 變敲詐 好 這個讓我想起一個故事 講完這個我們就差不多了 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有一群男人在酒吧裡面在比賽 比賽怎麼呢 比賽扭毛巾 扭毛巾 就可以扭出毛巾最後一滴水的人 可以獲得最高獎金 就一群那個muscle man 肌肉男 怎麼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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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扭不出最後一滴水 最後有一個瘦弱的男子 從旁邊走進來 他說我來試看看 英文叫let me try 結果那個瘦弱的男子不費摧毀之力 就從那個已經扭乾的毛巾裡面 又扭出了最後的那麼一滴水 就這個字 再點字 extore to be this 所以他們就是轉嘛 轉就是扭啊 我們不是說扭轉啊 不是扭 就是轉轉 就是扭 所以後來廢話叫扭轉 OK 所以大家擠出了最後這一滴水 獲得了最高獎金 旁邊的人就怎樣 欸 請問你到底是做什麼的啊 有人知道嗎 他說我在國稅局上班 我在國稅局上班 最後別人擠不出來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擠出東西來的 big store 還在那裡這個big store 美國人有一句這個民間常流行的話 叫做你永遠逃不掉的兩件事 第一叫做TAX tax 稅 第二叫DEATH 就是死亡跟稅 你這一輩子一定是逃不掉的 這很誇張 我剛爹在虎大念語言學研究所 他的教授是一位神父 20年前在美國有住過一陣子 結果20年後收到美國的討稅的帳單 說你曾經在美國教過書 那時候沒有磕到稅 所以請你要補稅 他已經回台灣20年 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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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美國寄過來 那個油字就要多少錢 他不管 造罪 好 所以最後呢 contort retort 好 最後幾分鐘 看看各位有沒有心得啊 感想啊 問題啊 有沒有 要報名文法 剛才有看有同學有分享的 是TIN在哪 TIN 你就是TIN 來 TIN 剛才那個 剛才有分享的那個連結 我報名已經截止了 已經截止了 對 但是你截止沒辦法跟報名 真的嗎 對啊 好 那請那個TIN再開放一下 對 因為學校的報名表正在處理當中 謝謝